那么法官现阶段是裁定郑文灿以五百万元交保 但是有议员就报出了当天成审的邓姓法官 他的父亲曾经是郑文灿的下属 竟然没有回避 那么他们就说了郑文灿当时担任行政院新闻局长的时候 邓姓法官的父亲是当时郑文灿的正风市主任 就连郑文灿担任桃源市长的时候 也延览他做这个正风处长 那么桃源地院就表示了当天邓姓法官 他是值班法官 他的父亲和郑文灿的关系 并不是所谓的法定回避市由 另外呢检察官当庭抗告桃源地院的八号的时候 将会以最速箭处理送交高等法院 郑文灿圈起招牌笑容 但发型凌乱衣领歪斜 左闪右躲看不到路差点撞到镜头 涉探以五百万元交保 中文灿深夜首度发出个人声明 经过两天漫长问讯交保后回家休息 从政以来公儿妄思 不贪不取会努力捍卫自身清白 让他陷入风暴的就是华雅园区土地扩大案当中 桃源归山的这处空地地主自组重画会 犹台塞集团前阳性高层主导和重画区的廖姓主委 涉嫌以千万元行贿官员护航土地变更 转交五百万给郑文灿 但卡在内政部 郑文灿隔年归还五百万 这已成了他免压的关键 检方不满行贿的收押收贿的却放了 但法院指出郑文灿拿的五百万 不到一年就还了 款项没有变更 掩饰会隐匿 难以认定有犯罪嫌疑 另外涉及的收贿和泄密 基于其他被告已经积压禁件 七年的监听 逸文和搜证影像都附在阵内 没有积压必要 院检罕见不同调 甚至爆出裁定郑文灿交保的 邓姓法官和郑文灿有源源 邓姓法官的父亲十八年前 在行政院新闻局担任 郑峰市主任的时候 就认识当时的新闻局长郑文灿 六年前被延览升任桃源市府 一级主管担任政风处长 几乎是跟了最久的老部署之一 桃源地院表示当天邓姓法官 轮值强制处分庭 而且法官父亲和被告认识 不是法定回避室游 目前检方已经提出抗告 如果高院撤销发回 最快8号重开及押停 华世新闻黄沛华 张德胜 吴成元 陶韵报导 哈喽 我是莱雅 想要抢耳先 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YouTube频道